好另外再看到布里乡第一公墓纳谷塔在111年0918大地震之后 有307个骨灰潭破损 那么第一公墓柜体重建工程是在去年的11月底就完成了 那么这一次7.2地震没有对柜体造成严重的损害 乡长江东城也敢在第一时间前往勘察 布里乡第一公墓纳谷塔在111年918大地震后 有307个骨灰潭破损 第一公墓柜体重建工程在去年底11月就完成 这次7.2地震未对柜体造成严重损害 乡长江东城也敢在第一时间前往勘察 所以我们做这个植母门 有一个双层的一个保护的措施 另外我们的纳谷塔下面我们都有放一个止滑垫 包括上面的纳谷墙 我们都有做一个强化的措施 所以这次终于发挥了它的防震 防震预防灾害的一个功能性 所以这次只有五个柜子 是它的柜子的另外的一个植母门 外面有打开 但是内部的植母门还是锁住的 所以我们终于发挥了它的功能 也没有任何的骨灰坛有破裂 或者是异善的一个状况 江东城强调 考虑到地震频繁发生的地区特性 这次柜体重建投入了将近有1800万元的金贝 并且采取了多项防震措施 以提高纳谷塔的防震能力 这次地震未对柜体造成损害 展示了柜体重建工程的成功 以及对防震措施的重视 让民众可以安心祭祀献人 记者高双双不予相采访报道